嗨,大家好,我是景笑 我面前的这两个包裹是大江刚给我寄回来的 前些天我的飞机不是坠机了吗 它维修好了,我刚收到 为什么是两个包裹呢 因为这次飞机实事不是我人为原因导致的 而是飞机的故障 然后这个小包裹呢 是大江给我赠送的一个礼品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前天这个飞机发出去的时候 深圳那边的客户专门给我打电话 就是说不好意思,耽误了我这么些天的飞行拍摄计划 所以呢,他们就给借一点算是礼品吧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把这个飞机打开检查一下 看一下维修是怎么样 这是安全飞行指引 当然每一次飞机维修过以后 其实都是按照新飞机的标准给客户 维修过以后呢 在72小时之内就可以再次购买大江的随心换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保险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我飞机的原装的包装箱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飞机的主体 看起来又像是新的一样 这个遥控器就是我原装的遥控器 我为啥把遥控器也寄过去呢 就是想着它维修好的时候 就是用我的遥控器和飞机静静连接 直接解册出来 我回来的话就不需要再次对平操作了 给我套了这么一个包装袋 我这个遥控器的话成型度非常好 我一直每次飞行完我都做一些保养保护 这个肯定没问题 把遥控器就放一遍了 然后把飞机主体取出来 这是给我的四个全新的翅膀 螺旋桨 看上面的这个塑风皮还没有拆掉 这是全新的 还挺好 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因为电池我就没有寄过去 电池就在家里面 四个螺旋桨 这个电池舱里面 看到 这是有个产品 合格证 上面又粘贴了一个标签 使用前需要重新激活 是把这个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这是一个防止摄像头来回转动的一个保护棉套 我们一会儿在户外找个开阔的场地 进行检测试飞一下 好 飞机的话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 它送的这个是雷品了 我还蛮有个关子 也没说试试 好吧 打开看一下 原来是一个书包 这也装不下飞机 比较窄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背包 这两边可以放电池 放出这个线 好吧 把它放起来吧 这次就感谢大家公司了 我原本以为还是要花不少钱了 检测出来以后 就是这些保护罩 还有这个支团 螺旋桨有坏了的 还有这个电机 还有里面的主板舱 电池舱里面还有一些配件也换 给我算下来的话 当时我看了一下是两千块左右 幸好这一次呢 是属于在保修期之内 我这个飞机去年10月多买的 现在还在保修期之内 如果说是人为原因坠机的话 肯定也是不会联废维修的 这个飞机当然又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飞机了 还是得买一个保险吧 这个新飞机收到以后 估计现在时效性就剩个一天时间左右 它是从飞机发出去以后的72小时之内 我如果需要买保险的话 就是再花一千块左右买一个保险 下一次如果是再出事 就是可以直接换一个新的 就比较省事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